近几天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这样一张照片 那照片上这位父亲正在北京街头苦苦的找寻自己失踪的儿子 那大家也希望能把消息尽量的多扩散出去 帮忙早一点找到孩子 那么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孩子的父母 2014年12月27日下午4点多钟 这位来自河北省林璋县14岁的留守儿童五金辉 在父母打工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王新庄村一个煤铺垫意外失踪了 孩子的母亲傅里方说下午4点左右 儿子和他爸送完煤回来还帮他爸修了拉煤车 没有想到转眼就不知去向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儿子出去玩了 可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有见儿子回来 房东就问他们说孩子拿衣服走了没有 拿着钱走了吗 我说没有他不可能 可没有想到的事真的发生了 孩子的衣柜门开着 两件棉衣和200多元零花钱不见了 这下让他们乱了方寸 亲戚朋友帮着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有音信 他们怀疑是有人骗走了孩子 你要说他自己走的 他走的时候还拿两件衣上走 他一个小孩他干什么想这么仔细呢 于是在2014年12月28日上午他们就在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同时也在网上发布了轩人启示 从2014年12月27日 武金辉失踪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目前还是没有他的音信 在这儿呢 我们也把失踪孩子信息告诉大家 孩子叫武金辉 14岁 身高1米6 胖乎乎的四方脸 走失的时候呢 上身穿黑色羽绒服 下身穿黑色条纹裤 那如果有人看到这个孩子 请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56 1166 4562 135 2147 7507 13581968407 或者加关注我们栏目的官方微信 获得相关的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孩子 帮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请不吝点赞订阅